五二零零 就是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意思 其实没有就是我爱捏你 顺布要办演唱会风格独特的余地蜜 连票价都很有梗 这是他们睽違五年多重返台北小巨蛋 没有把它落实成成品的一些 譬如说自己的单曲啊 或者是翻唱的曲目啊 这一次就会可以跟大家见面 我们这次其实跟国外团队合作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这么多年来 就是这么久都没有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大家的紧张的气氛应该比较多 再加码公布即将要推出苏打绿的副科专辑 要重新演唱经典歌曲 清风也笑说可以让团员们顺便赴建 谢谢你真的是前面是蛮有落泪的机会 嗯 不然开场就 一直说他 就这都是我大哭 重来我唱不下去 而力竞和恩师林伟哲两年多的官司纠纷 清风调整心态全新投入演唱会 这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实主要我们就是想练习自己啦 因为很多歌我们可能这几年都算有一点点小声疏嘛 可以这样讲 但是其实除了练习之外 因为其实这些作品真的是当初我们真的很用心做出来的作品 这些事情都是蛮正面的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蛮多的 其实我们都没有觉得有纷扰了耶 我们现在很开心的在筹备演唱会 老观众一定会觉得说 竟然是这样安排 清风也透露再度诠释经典歌 一开始很沉重还有点鼻酸 这回要以余定密心人之姿 在小巨蛋亮相对于票房期待又怕受伤害 希望能在线秒杀 TVBS新闻上边这回听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